据俄罗斯卫星社10月13日报道 俄罗斯能源州10月12日至14日在莫斯科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发表讲话 谈到北溪管道泄漏事故和俄罗斯能源出口等话题 报道称在谈到北溪管道事故时普京称 毫无疑问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其目的是破坏整个大陆的能源安全 他表示北溪管线可以修复 但只有在接下来可以运营且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这是首要条件 普京称北溪天然气管道事件是最危险的先例 竞争对手正以这种方式迫使欧洲高价购买能源 他称逻辑很野蛮摧毁封锁廉价能源 剥夺数百万人工业消费者的天然气热能电力和其他资源 并迫使他们以更高价格购买所有这些 对北溪的攻击已成为最危险的先例 据他介绍 该情况表明 目前极其重要的交通能源或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都受到威胁 在谈到能源出口话题时 普京指出 来自美国的天然气供应不可靠 因为他们可以因为更高的报价而漂流到世界其他地区 俄方不会违背常理 去为别人的福祉买单 我们不会向那些设定价格上限的国家出口能源 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继续在快速增长型市场上扩大能源出口 当然打算扩大供应范围 为此我们将在近期确定重点基础设施 并启动建设工作 普京补充道 如果俄罗斯的伙伴对此感兴趣 俄方可以通过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枢纽 将北溪管道损失的运输量转移到黑海地区 普京在讲话中说 任何干预措施或者靠原油储备都无法扭转形式 所需数量的咸鱼资源根本就没有 这才是问题所在 到头来总得明白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